第156集 彭智 我 我是别人的三十之一 我是 我是 彭智 李火望脑子此刻嗡嗡的 他感觉到此时脑子很乱很乱 这怎么可能 我明明是穿越过来的 我怎么可能是什么狗屁彭智 你不信也没办法 好好想想过去的事情 肯定有一些当时察觉不到的细节 细节 李火望本能地抗拒 可是仔细琢磨后 发现确实有很多疑点 丹阳子一如既往的愚蠢跟自以为是 自己身边那些虚虚实实的事情 越想越符合三师的描述 还有 你是不是想不起来 之前小时候发生什么事情 这是自然 因为我们根本就不是人 一出来就这么大 和尚的话 让李火望回想起了自己抵达清风观之前的记忆 什么都没有 只有一片空白 到底什么是真 到底什么是假 这些细节 还有和尚帮助自己的事情 在脑海中不断交换 李火望感觉到自己头疼欲裂 鹏之 别想了 别猜 可是你的天性 我能做到 你也一定能做到 别猜 千万别再猜疑 我们能够赢那个人的 老和尚抓住李火望的双臂 焦急地晃着 赶紧震坐起来 你看那些追杀我们的人 都是那修仙之人动的手脚啊 只要我们两师斩了 他就彻底成仙了 所以现在咱们是一条绳子上的蚂蚱 可不能让他的计谋得逞啊 李火望呼吸急促 想稳住混乱的心神 一咬牙 扭头对着和尚开口质问 和尚 你 哎 当心 和尚迅速一拽 又是一根带着刀刺的弩箭 挂着李火望的几根头发 迅速地擦了过去 到这时候了还问什么 咱们能不能先离开这个地方 再慢慢地谈 你看看这外面 那都是敌人啊 李火望回头看去 发现此时远处小黑点 已经不再是黑点了 而是变成骑着马跟骆驼的人群 一些人脸上挂着恐怖的木质面具 尖牙从嘴里长出 如同海魁般如同 李火望认识他们 他们是挑挪戏的那些人 如果只是他们也就算了 可偏偏不止他们 跟着他们一同前来的 还有大批的土匪 这些蒙着脸的土匪 眼中充满着敌意 举着手中的各种武器 好似赶羊般吆喝声不断 看着远处的一切 李火望表情十分难看 打算继续往前冲 可是还没走几步 李火望忽然感觉到 四周昏暗的戈壁滩 开始发生剧烈摇晃 并且崩塌 不好 偏偏是这个时候 等他彻底回过神来后 发现自己已经被再次 捆在了病房的床上 紧接着 他看到了杨娜 还有自己的母亲 他们正在小心翼翼地 摆一张床桌 放在自己躺着的病床上 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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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有若无的声音 忽然在李火望的身边响起 李火望那被布袋绑住的双手 撕死地握紧了 他闭上眼睛 深吸一口亲猛地睁眼 却发现自己并没有回去 火望 生日快了呀 还记得吗 三天后 可是我的生日哦 杨娜穿着白色紧身毛衣 举着纸皇冠 轻轻地放在李火望的脑袋上 很显然 他并没有注意到李火望的表情有所变化 鹏志 快醒醒 耳边的声音更大一些 一旁的孙小琴端着一个蛋糕 放在床桌上 便开始插蜡烛 紧接着 李火望感觉到耳边的声音 开始变得大了起来 鹏志 快醒啊 他们已经追过来了 病房里的灯熄灭了 面带着微笑的他们一左一右 双手合十地靠了过来 鹏志 我说的全是真的 别考虑李火望脑子里的记忆跟身体 那些东西都不是你的 不管多迷惘 都是李火望的东西 而不是你的 你只是借用了他的身体罢了 可负你的天性 忘记他们 我不是李火望 我妈 还有杨娜 其实他们在乎的李火望 是别人 让人轻声开始唱起生日歌了 看着眼前无比温馨的音乐 李火望嘴唇唯唯唯抖动着 把那牙银咬得出血 轻轻地咽进肚子里 他想大头喘息 想把心中的压抑 通过这种物理方式发泄出去 可是他不敢 因为他怕吓在面前两人 歌声结束了 李火望身体微微前倾 把面前的蜡烛吹灭了 李火望的这一举动 明显让两人惊讶地张开了嘴 火望 你什么时候清醒的 李火望看着他们 轻声说 我的愿望 是能有一块布 用来塞住我的嘴可以吗 因为我等会儿可能会有点吵 花音刚落 砰的一声巨响 李火望眼前 瞬间眼冒进行 四周的环境迅速变换 快醒啊 他重新回到冰冷的戈壁滩 整张脸被磨在地上 被磨得血肉模糊 只见三辆马车被围成一个圈 所有人都在圈内 举起武器 向外面反击 人少对人多 他们坚持得很辛苦 眼前如此危机的情况 让李火望迫不及待的就要冲过去帮忙 然而他并没有动 因为他看到在自己右侧站在一起的人 那是和尚 紧接着 他看了一眼面前搀扶自己的 那也是和尚 双手发力 李火望猛地把那人推开 此刻在他眼中出现了两个和尚 一根包射的剑 轻易地戳穿了李火望的肩膀 可此时的他却也没有感觉到任何疼痛感 站在那里面带挣扎地看着眼前两位模样相同的光头老人 哎呀 都是 你中间了 不要紧吧 那新出现的老和尚刚要靠近 却被李火望呵斥住了 都给我站远点 我两个 现在谁都不信 李火望高举手中长剑 吼得脖子轻紧暴起 不把里面这俩人紧急处理掉 怕是等会儿自己去营地的时候 肯定要被偷袭 近一点的老和尚此时满脸无奈 对着李火望说 哎呀 彭志 哪有什么两个和尚啊 哪个和尚是你的幻觉呀 你不信 问你的其他人 他们也根本看不见哪 对着李火望高举手中长剑